2號上午針對縣府、建設、計畫、稅務、阻計、財政等五個單位進行工作檢討 議員們對日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在媒體上表示 美麗灣是個違建提出抗議 美麗灣當初是合法取得建造 在環評上遇到重重關卡 針對於此建設處也提出說明 這個敗訴一定有人為殊失才造成今天我們紛紛著著 有沒有人在這種情況受到處分的 有嗎 有沒有 沒有嘛 所以說這個你今天會造成怎樣 我們認為對台東縣政府印象不佳 那誰敢財產會切不誰敢投資 這樣我來台東縣政府 我剛才做到的事情 我也很急所 說可以跟不可以跟不可以跟要去聽 什麼人要來台東縣政府 因為這樣不是說你不聽不聽的問題 我們就是要訂一個案子划出來 以後來投資就按照這樣子來做 議員報告是說這件絕對沒有聽的問題 所以是要說大家要聽 旁邊都發聽我們怎麼可能會聽呢 我說這不是說你提供你說不要聽的問題 你認為你這樣子做完是對或者是不對 當然是對的 那人家社會有什麼有什麼公論 司法他認為說他本身是要停止施工 他怎麼這樣 但是他沒有撤銷執照 他沒有管理撤銷執照 美麗灣的事件讓環保人士 以及贊成美麗灣的民眾產生對立 至於美麗灣猜與不猜 最後還是得看環評通不通過 美麗灣是不是真的能夠帶來地方上的經濟發展 爭吵訴訟多年下來 受傷的還是台東無辜的鄉親 東台新聞 陳靖雄 台東縣議會報導